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款我们客家非常有名的小食之一 泡鸭掌 先来把它的指甲剪掉 老婆和女儿都十分的喜欢吃 所以今天买的量有点多 这个做法非常简单 只要给它足够的时间 就能让你吃上独特风味的鸭掌 指甲剪好后再次把它冲洗干净 冷水下锅豆腐鸭掌 大火烧开后继续煮六分钟 加上几块姜片 撒上点料酒 烧开后先把它的头末撇掉 时间到了刮火 把它捞出来冲洗干净 用流水把鸭掌表面的杂质冲掉 洗净的鸭掌放一边沥干水分 准备一大半蒜切粒 几个小米辣切圈 切好半个大碗中 然后加入白糖20克 半碗的生抽 一碗的纯米醋 再加入一勺盐 把它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后准备一个大盆倒入沥干水分的鸭掌 把调好的料汁倒上去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后倒入适量的凉拌开 能把鸭掌泡过就行了 这次给它搅拌均匀 口味重一点的可以多加一点醋和盐 充分搅拌均匀后 准备一个干净的玻璃干 把鸭掌放进去 接着把料汁一起倒进去 鸭掌一定要让汁水全部泡住哦 现在盖上盖子放到冰箱冷藏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这道客家鸭掌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一下啊 用来下酒当零食 口感极佳 越嚼越香哦 外面买三块钱一个 自己做三十块钱一家人热吃 学会后可以去摆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